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你的記者Alice 很高興在2014年China Plus的現場 我們來到副搶新的攤位上 為您專訪了王總 王總你好 你好 我們看這次副搶新的攤位 專訪得很棒很漂亮之外 你們的攤位幾乎可以說是整個展館當中 人潮最多而且做無需席的 因為每次我們的機器 變得比較多的自動化設備 而且我們所做的產品 包括那個雙攝機 它做出來的產品都比較吸引人 所以相對的 還有我們國外的客戶 基本上因為很多嘛 所以新老朋友都很支持 所以我們的攤位始終都會蠻熱鬧的 那觀察過去2013年呢 整個中國的成長力道是有放緩 那不知道說在中國跟台灣 而且在全球市場都有布局的你們 有什麼樣的感受 2013年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整個集團是還有些微的成長 倒是沒有說很大的衰退 那因為整個以中國來講 它現在整個政府的一個政策 就是不是要 不是追求高增長 它是要求轉型 那確保人民所得 所以這個可能是未來的常態 不會像以前那麼高速 每年都是百分之十以上的成長 所以我們其實也預作準備 所以我們複獎金 始終做的就是一個比較專精的市場 比如說在器配業啊 在高速 民用品或是在雙攝速度等等 所以這些行業因為它的需求 比較不會受到景氣波動 這樣就能夠保持整個集團的營收 能夠在一個比較穩定的階段 那我們也看到說 你們這次在現場有展出很棒的機台 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嗎 那我們這次主要是二版的住宿機 那事實上二版的住宿機的話 我們在台灣應該已經做了將近有八九年了 那我們現在是因為整個在中國市場 我們看實際是成熟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導入到寧波廠 包括我們的東莞廠也有做 做在中國做本地化生產 因為要直接供應給中國當地的客戶 這樣能夠提升成本的競爭力 二版機它的特點就是說 它戰力空間小一點 同樣的頓數它的空間至少節省百分之三十 所以它有這樣的優勢 所以我相信確實未來這種二版的住宿機 在市場的運用會越來越廣 那你們在中國也這麼多年了 可不可以談一談說 中國市場這一年來的 它的變化是什麼樣子的呢 當然我們如果從它政府公佈的經濟數據 感覺是有一點趨緩 當然每年的第一季通常都會比較趨緩一點 但是以我們公司來講到不是這個現象 我們三個廠反而都有接到比較大的訂單 像寧波這邊是家電業 東莞那邊是醫療業 我們台灣褐強信借到的是日用品 所以我們在各自的領域裡面 都有接到比較大的訂單 所以今年第一季 整個集團的業績 事實上增長幅度還比較大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 我們也感到比較欣慰的一個情況 那你覺得說褐強信一直要這樣子去維持 一個成長啦或者是一個優勢 你認為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有幾項啦 當然我們一開始的經營的定位就要把它做好 產品的開發這是一定要的 因為每次你的市場上還是以產品實力做決勝 像我們雙設計為什麼做了20多年 毅力不搖 產品的實力還是最重要 所以開發這個部分是一定非常重要 像今年我們還有一個台北展 那我們台北展也會有全新的產品要出現 大家到時候可以拭目以待 那再來就是說整個市場布局也很關鍵 像海外市場的布局 我們大概最近幾年在東南亞 在南美洲 甚至於在印度 我們都會有新的技術 技術點或是服務點去做一個布局 包括海外人才的一些培訓 這整個都是在整個行銷計畫裡面 因為這個也是整個團隊能夠持續的一個狀態 我們也觀察到顧強欣這幾年 不斷的有一個比較新的一個創新跟一個舉動 那可以談談就是說 當時你們是什麼樣的一個契機點 開始做這樣的一個改變 因為各位也知道嘛 因為像如果以住宿機這個行業來講 現在業界最大就是海街嘛 那他們的方式就是比較大量的一個生產 那所以我們當初就想說 我們應該是要來做一種品牌的精緻化 把品牌形象再精進 我們是希望在整個企業形象 企業文化 在品牌的一種精進上面做一個提升 然後能夠跟同業再做一個區別 今天你的分享非常精彩 謝謝你跟我的採訪 謝謝